作者 烟花惹笑 眼波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透气之作 千雪 第1649集 凤九儿坐在人群中一直没有说话 笑容却不断 这游戏看起来效果挺好 兄弟姐妹们都玩得很开心 突然她感受到了一阵熟悉的气息在不远处飘过 凤九儿并没有立即回头 而且若无其事地坐着 隐约能看见一抹高大身影 从她身后经过 绕到另一边 对面不知是谁站起 另一个人落座 游戏还在继续 在场的人很多 非常热闹 并没有几个人在意到这细微的变化 但凤九儿看见了 两轮游戏之后 又开始了新的游戏 喂 指着你呢 身旁的女子用手肘轻轻撞了凤九儿一下 凤九儿微微勾唇 站起 她的对面也站起了一位女子 珍惜话 还是大冒险 女子问道 游戏过去了几轮 大家对这个游戏的规则也大概了解了 大冒险 凤九儿轻声回应 是九儿 哎 真的是九儿 九儿也过来了吗 是九儿小姐的声音 哇塞 九儿选的是大冒险 这里应该没有王爷吧 好玩啊 在闪烁灯光之下 大家并没有认出凤九儿身影 而是听出了她的声音 发问的 是要选一位男子亲吻吗 不要啊 被九儿小姐吻过的男子 那还能看见明日的太阳吗 九儿小姐 不要 您还是选真心话吧 你要是说不该说的秘密 我们帮你保守好了 什么话 九儿这么美 吻你们你们还吃亏吗 不是吃亏不吃亏的问题 是吃不消啊 对啊 我也希望九儿小姐选我 可王爷知道了怎么办啊 九儿小姐选我吧 过了今晚 我打死也不会承认的 你们也太臭美了吧 九儿说要吻你们了吗 谁这么不怕死 敢打王的女人的主意 太好玩了 发问的 赶紧说 你要九儿做什么 游戏是她定的 我想 她肯定不会破坏规矩呢 小樱桃 你好坏呀 居然在这里落井下石 九儿小姐 你不会认出我的 是不是 既然是游戏 咱们就别当真 来来来 顺应大家的要求 选一个吧 记住哦 要选兄弟哦 不需要吻她的唇 抱着她 在她下巴留下你的牙印就好了 哎 这个建议好啊 大伙们再次激动起来 九儿快 别拖拖拉拉的 我还是觉得不妥 九儿小姐 别过来 别过来 这么怕死别出来玩了 凤九儿知道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自己 但她假装不知道 也从未往那边看过去 她刚举起手 大家都安静下来 女子们好激动 男子们好紧张 现场气氛达到了一个空前膨胀的高度 好 我选 凤九儿丢出三个字 迈步走的 她也是绕着人群走 却不是往那双深邃毛子的一侧走 却走的是另一侧 所有人都盯着凤九儿 直到她停下脚步 又有人开始欢快喊起来 而被那凤九儿选中的男子 则瞪大双眸 身体僵硬的 一丁点动作都没有 上天不是要这样和我开玩笑吧 王爷就在我身边 九儿小姐怎么 怎么 怎么不多走一步啊 男子身旁本来不是地乌鸦 也因为地乌鸦的出现换了人 这事儿大家不知道 至少附近两人肯定是知道的 谁啊 运气这么好 九儿要问其他男人了 王爷真的不会生气吗 王爷气度非凡 一定不会 不会生气了 这游戏也太好玩了 来来来 继续继续 在众人一阵阵调侃中 男子早就满头大汗 九儿小姐选大冒险 肯定是不知道王爷来了 她不会真的吧 我 我还不想死啊 男子紧张地要命 他身旁之人气息也并不好 谁也不会允许 自己的女人去拥抱其他男子 战神王爷更甚 王爷气度非凡是假 谁不知道在这个方面 王爷气量比额毛还轻呢 凤九儿看着一动不动的男子 余光却没有放过 一旁更高大男子的神色变化 他刚伸出手 往前挪动一小步 被他选中的男子猛地站起身 九儿小姐 我看不合适吧 要不什么惩罚 我来接受惩罚好了 好不好 凤九儿皱眉轻声道 你是在嫌弃我 不敢不敢不敢 我不知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啊 凤九儿双臂还凶问道 我 男子不敢侧头看 王爷突然过来 连九儿小姐都不大声招呼 这明显是微服出巡 我能当众拆穿王爷的身份吗 在男子着急的手舞足蹈时 凤九儿问道 你是担心王爷不高兴吗 这不过是场游戏 王爷怎么会这么小气呢 你说 曾几何时 我不在的时候 你们军营生活苦闷 不会也带几个美女 回去玩游戏吗 没有 男子用力摆手 连身躯都晃动起来 九儿小姐 咱们没有 王爷不会允许 这些事情 发生在军营当中的 哦 这样啊 那这场游戏怎么办呢 我可不想破坏规矩啊 既然你不愿意就算了 他转身 朝帝无涯那边看 但他的目光 也不过在帝无涯身上 一扫而过而已 他不愿意 你们谁愿意啊 反正王爷不在 大家不说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男子很想说 王爷在 就在你身旁 可在帝无涯面前 经过的女子 似乎并没有在意到什么 继续往前迈步 在凤九儿 即将经过帝无涯身旁的时候 高大身躯突然站起 帝无涯长腿一脉 阻止凤九儿前进的同时 长臂一捞 将他紧紧压在自己怀里 全场气氛瞬间炸开 谁能想得到 除了王爷 还有人敢如此 公然挑衅九儿小姐 大家在为这位 无名男子鼓掌 助威的同时 还在为他默哀 调戏九儿小姐 下场只有一个 这家伙